在這個選策會終止運作 有要加入我們的提議會嗎 要加入我們努力往好的方向 才拋出拒絕黑金 被認為對國民黨選策會名單頗有為辭 在黨中央緊急喊咖後 侯友宜又趨於低調 態度耐人尋味 不過探開去年九合一選舉的選策會名單 同樣由秘書長黃建廷擔任召集人 成人包含了傅寬奇 周錫瑋 劉振宏 吳碧珠 邱靖淳 蔡啟旺 黃敏公 相較這次名單大同小異 少了吳碧珠 多了李全教 澤民宗跟黃昭順 侯友宜的黑金說究竟說的是誰 為何去年沒出聲 今年有意見 國民黨黑金問題也不是一兩天 現在這個提出來的時機點 是不是你的起手 我相信黑金的問題 每天都要去關注 雖說黑金問題每天要關注 但看看這禮拜 國民黨已經兩個議長被收押禁見 怎麼不見侯友宜開炮 澎湖縣議長劉承昭林涉嫌貪污罪 不罰所得超過百萬 而雲林縣議長沈棕榮 涉惠還高達兩千六百萬 另外清侯議員周盛考去年進總成立 胡友宜特地出席 但一個月前 周盛考因涉入遠雄弊案 一審被重判十年 更別說新北市各局處近半年來 收匯 收紅包 圖利建商 弊案連連 所以胡友宜的反黑金是假 捍衛自己的可能被提名當總統候選人 利益才是真的 他看到這個名單之後 他發現大事不妙 因為這裡面幾乎 全部是朱立倫的人馬 最新黑金爭議民調 國民黨被狠打臉 只有百分之十五點七 相信他們有解決黑金問題能力 即使泛藍支持者力挺國民黨的 也不到一半 胡友宜口中的反黑金 看在民眾眼裡似乎不太買單 所以你們看見正海中 エッセンション看到